Hello,大家好,我是Master Joe 欢迎继续收看我们今年的新任主题文件测评 本期是第四期 咱们今天依然介绍这个放大版本的新闻规 它的话是第四款 咱们前面的话已经介绍过前面的三款 那三款的话都是这个Target可以进行购买 那么这款的话是沃尔玛限定 只有通过沃尔玛的话才能够买到 而这款的话呢,现在目前市面上已经非常的少了 我的话也是非常有运气 在这个网上预定了最后一款 这款价格的话目前涨得非常高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就是看看这个玩具 到底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好,那么首先他的名字的话叫做这个Mike Angela 我们直接翻译的话叫做这个米开朗基罗 那么他的话就是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 这个雕塑家、建筑家和绘画家 那么他的话也是与这个之前我们讲过的 这个梁大德、达芬奇、拉费尔 并称为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三节之一 好的,那么这个玩具的话 其实在最早的时候 这个89年的时候就出过一个放大的版本 那么他的话是一个复刻 这是一个12寸的一个放大版本 这个的话是一个老板的一个小的Mike Angela 我们待会的话进行一个对比 其实最直接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眼睛的话是有不一样 而且的话 他的话其实是别看老板 他是有两个武器的 一个在前面 一个在后边这个地方进行个收纳 他的话虽然这个粉很放大 但确实只有一个双结棍 这个有点过不去 另外的话就是他的后边的话 没法进行个收纳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话是可以同时收纳两个双结棍 他的话和后边的话是没有这么一个收纳的功能的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的话呢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写 Original 1989 这是一个八年的一个出片 这个地方写 这个Mike Angela Teenage Mutant Ninja Turtle 这是个青少年的一个别异的人者规 这个地方是一个漫画风格的一个峰会 然后他的话呢 只有这么一个双结棍 那确实这个官方的话 有点这个偷工减料 稍个没法 对不对 其实能差多少材料钱呢 好的我们往后面来看 后面的话呢 是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介绍 那么是说他的师父的话 住在这个地下通道里面 女儿地下通道 有一天的话呢 四只小龟同庭而降 然后的话呢 就是经过老师的收留 然后这个Shredder的话呢 是为了这个杀害老师 结果放入这个放射性的液体 使小龟变成了忍者龟 而老师的话呢 变成了大老鼠的这么一个故事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已出的这个四款玩具 咱们前面的话都有进行测评 他们的特点的话 就是面相长得都是一模一样的 他们不同的话呢 只是一个肤色的不同而已 这款的话呢 是沃尔玛限定 我们先先少计 我们进行一个拆盒 好的 那么拆盒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武器的话 这个地方进行个打开啊 这是一个硕大的一个双截棍 待会来看 然后人物的话呢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 把这个链子的剪开 同时又不伤害到我们的玩具 好的 下方的话呢 还需要再给它滑一下 在这个地方啊 然后我们把它滑开 滑一下 这边的话记得还要再滑一下啊 好的 然后这边的话再给它这样的滑开 好 滑完之后的话呢 里边还有一个小的东西啊 我们需要再给它剪开一下 才能够把它拿出来 这两块要剪开 这是脚部的一个固定 好的 然后OK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了啊 好的 小龟就可以 我们看脖子地方还有啊 脖子地方的话呢 还有一个固定 好的 让它不会左右乱摆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了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把脚部的话呢 给它撤下 武器的话呢 只有一个双截棍 我们先来看这个武器部分 这个叫做 Nunchaku双截棍 然后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一个软质的一个缩料 并不是一个真实的链子 其实我觉得这么大的比例的话 完全可以用一个真实的一个小样 而这个绝对是一个偷空简料的一个显现了 好 那么这个抓握地方的话呢 这个可是有这么一个小文力的一个小刻画 我们跟老板进行一个对比啊 老板们的话呢 也是有这么一个小的细节 这个地方是一个软塑料的一个袋子 好的 我们来看一看 先把它放在边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体部分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它的这个面向 我们跟老板进行一个对比 好 老板的话呢 是没有眼前的刻画 那么牙齿的话呢 其实也是有做的更好的分色 那它的话呢这么大 其实我觉得完全不如这个老板的涂装 那样的精细啊 好的 那么这个橙色的这么一个眼罩 好的 后边的话呢 是这个硅壳部分 那硅壳的话呢 老板是有两个收纳 收纳固定 它的话呢是没有做到啊 这个的话呢 实属不应该 好 硅壳这个地方的话 有一些这个这样的一个战损 老板的话呢 也是有 这点的话呢 是致敬了老板的 没有问题啊 好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它的话呢 是这个地方的话呢 有这样的一个小袋子 然后这边的话也有啊 这个肌肉的话呢 是非常的壮硕啊 这个地方这个青筋抱起 表示的话 这是练家的 好 前面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硬质的硅壳 后边的话也是这样 腰带的话呢 是直接是粘在硅壳上 不能够把它拿下来 这边有一个M 就是Mike Angela的一个手字母缩鞋 好 腿部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壮硕啊 脚地板有一点点偷胶的现象 上面的话写的是二零零二零二二年 然后可动性 头部可以进行一个旋转 没有问题 手部进行一个回环啊 然后这个地方进行一个转动啊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可以进行腿部的一个转动 这个地方还有这么一个可动性啊 武器的话呢 是可以拿握于手中 我们他这样的拿握一下吧 好了 这个地方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啊 像这个李小龙先生一样啊 OK 当然也可以一只手拿一个 其实也是可以 就像是这样 一只手拿一个的话呢 我们给他展示一下啊 一手拿一个 其实这样的话呢 也是可以的 但是其实我更喜欢的话呢 就是他可以把手中柜的话 可以液在于这个夜线啊 然后的话呢 微微这样的一个侧过身去 好了我们现在的话呢 把这个几个柜的话呢 都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共鸣啊 那么好 来了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 首先这个屏幕肯定放不下 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大个了 好了 我们再拿出另外一枚啊 好 那么还有一枚肯定是放不进去了 我们只能给他从天而降的展示一下了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 他们几只龟的话呢 就是放在一起看到他们的颜色肤色是不一样 但是其实面相的话呢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面相了 好了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一系列的测评了 那么之后的话呢 这实在是放不下 他们实在是太大个了 那么之后的话呢 我们还会再继续测评其他的出的新的复刻的这个人者小乌龟 还都是挺好玩的 呃 这几个放弹板的话呢 是作为咱们前期的这么一个测评 那么之后的话呢 我会这个测评其他的呢 比如说像那个可以开硅壳的这个小乌龟 那我的话也是有进行一个购入啊 当然这一系列的话 现在是有多个公司进行一个出 包括这个super 11 包括NAC 非常多的公司 价格有的是这个过有的便宜 参差不齐啊 那么我的话 基本上是等到特价的时候再买啊 货币增加不知规 绝对不要着急 那么一特价的时候再去买 因为实在太多了 买一下自己喜欢 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那我们下次见 see you next time